二十一世纪电力能源领域发生了根本变革 对生态环境要求日趋严格 碳清化合物价格持续走高 带动了可再生能源使用迅猛发展 整个社会对核能利用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 科技进步提高了电力输送效率 改善了合理分配电力的方式 中国能建规划设计集团 下属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是中国大型工程勘察设计 工程咨询和工程总承包骨干企业 公司以行业领先世界一流为战略愿景 依靠雄厚的综合技术实力 项目管理能力和高素质员工队伍 向海内外客户提供高水平的工程咨询 勘察设计以及总承包等工程建设服务 华北愿人向世界展现出卓越的技术实力 和非凡的项目管理能力 在白俄罗斯也有着突出的业绩 公司先后成功参与执行多个大型工程项目的实施 其中包括参与白俄明斯科2号和明斯科5号热电站改造工程项目 2012年是华北愿与白俄能源系统合作的新起点 华北愿成功注标白俄罗斯核电输出及电力联网总承包工程项目 和明斯科北330、110、10千伏变电站改造 及明斯科州明斯科区110千伏纪线总承包工程项目 白俄核电输出及电力联网项目 是华北愿在白俄独立承拦的第一个 由白俄政府担保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贷款的总承包项目工程 值得一提的是 该项目的实施引进了白俄罗斯当地有实力的企业参与 提供了大量稳定的工作岗位 为白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2014年3月3日 这一天将被永远载入中白双方合作的史册 项目开工纪念碑揭幕仪式 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执行阶段 白俄核电输出及电力联网项目工程 是白俄国家重大电网建设项目 共计23个子项工程 覆盖白俄罗斯三个州 将白俄西部和西北部疏变电系统连接并网 构建成一个巨大的区域电力网 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中白双方企业投入了众多人力资源 参与项目建设 从项目管理部到各子项现场指挥部等各级部门 都制定了详细的项目实施计划及施工组织方案 这对项目的顺利执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四年多时间里 在白俄这片热土上 这个由700多名各专业领域的专家组成的国际工程队伍 不为严寒酷暑 携手并肩 披荆斩棘 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 在项目各子项施工过程中 华北院白俄项目建设团队 克服了种种自然环境障碍 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 多次比设计工期提前完工紫项工程 各紫项工程设计和施工同时进行 工期十分紧张 施工地质条件和施工环境极其复杂 有大量的交叉跨越 沼泽密布地带 为不影响作业现场周边用户生产生活 不停电作业情况也很多 架空输电线路 去跨过纵横交错的河差 公路和铁路网 还常常与其他工程设施管线交叉跨越 项目第一阶段 23个子项中 13个子项建安工程 按期顺利完成 在项目工程第一期收尾阶段 改造及新建架工线路 已经超过800公里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第五子项 莫洛杰奇诺 斯莫尔共和第三子项 伊格纳里纳 斯莫尔共 330千伏架空线路改造完成 该架空线路的大部分原有区段 都进行了拆除并重建 第三子项 对斯莫尔共变电站 进行了全面改造 第一二子项 将卢克木里电厂 跑里索夫及维杰布斯克变电站 用光缆和架空线路连接在了一起 第四子项 保证了从白鹅核电站 向伊格纳里纳核电站 斯莫尔共变电站之间 输电线路改造范围内的 重建线路的电力输出 在这一区段 与四子项并行的 还有第七子项 该子项 保障了白鹅核电站 与斯莫尔共变电站之间的 电能输送及光缆通讯 第十五子项 在极短的工期内 完成了明北 明四电厂的架空线路改造工程 这一线路段的交叉跨越地带 极高感应电压 为安全施工增加了很大难度 第六子项 将莫洛杰奇诺变电站 与明四电厂连接在立起 其中还对明四热电站室外配电装置进行了深度改造 这一子项顺利完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保证了白鹅核电站 向白俄罗斯中部及西北部工业民用设施输送和分配电能 波斯塔维变电站 在白鹅已建成的电能接收、转化、分配系统中 占有特殊地位 波斯塔维变电站 建在布拉斯拉夫区与波斯塔维区交界处 在本项目范围内所有变电站中有着突出的地位 在一级施工级别工程中 项目设计和施工单位都采用了现有最先进的工艺 采用的设备质量不逊于世界顶级同类产品 电锅炉零排放 所用材料符合最新生态标准要求 因此可以将波斯塔维变电站 成为白俄罗斯境内最大、最现代化的变电站 第八子项 通往首都明斯克的疏变电线路段 需穿过森林地带 为此特别设计了60米高的巨型铁塔 将导线架起,充分抬高至森林高度以上 极大的降低了对该地带动物及森林植被的影响 在当今时代,智能电网被称为未来世界能源 因此,所有被整合在一个网络中的各个子项 可以像一台超级电脑一样运行 工程的最后阶段是整个项目最紧张和最值得回味的时段 施工单位面临第二期工程中的紫项投运准备工作 其中包括了与核电送出相关的第20、22、23紫项 这三个紫项的主要任务是 将核电站与白俄罗斯西部和中部若干地区改造的配电站连接起来 包括莫洛杰奇诺、斯托尔布奇、罗西等变电站 同时,第16紫项架空线路实现了实质上的现代化改造 承担向白俄东北区域输送能源任务 第21紫项实现了斯莫尔贡、莫洛杰奇诺和莫洛杰奇诺、利达两条先前不相关联的线路之间的跨街 保证了该区段内光览通讯 第19紫项长120公里 利达、格罗德诺区段及长度与之相比略短的第18紫项、利达、莫洛杰奇诺区段输电线路都进行了深度改造 对华北院公司来说,最后竣工的几个紫项工程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第22紫项工程 其中的一段线路经过了一战、二战期间战事最为激烈的地区 昔日的战争带来的是毁灭和困苦 遗留下来满目疮痍的防线和攻势 而如今,华北院白俄项目建设团队带来的是真正的和平、建设和美好的生活 历史的天空划过新旧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记 华北院了解并尊重白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 愿与白俄电力领域同人一道 携手并进 共同为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白俄罗斯增砖天瓦 为双方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希望和光明 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不仅仅关注现实的商业利益 长期以来也一直大力支持白俄罗斯的慈善工艺事业 华北院有针对性开展的社会工艺活动 向明斯克、巴拉福良内镇SOS儿童村的孩子们 赠送了一辆崭新的中巴校车和其他许多有意义的礼物 我们相信中白双方共同努力完成的这一白俄输变电系统 必将为白俄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智能和科技动力 为白俄罗斯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和经济体系 做出重大贡献 在项目建设期间 中国政府和驻白俄使馆经参处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能建和规划设计集团 都给予了华北院公司大力支持和帮助 使中白双方在电力领域的合作达到了新高度 白俄罗斯核电输出线路与电力联网项目 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 实现中白合作最具现实意义的成果 在不久的将来 该项目也会成为连接俄罗斯、中国及其他欧亚国家能源系统 形成能源互联网的一部分 今天所有取得的成绩和历经的艰难都已属于过去 让我们自豪地踏上新的征程 去书写中白能源领域合作新的篇章 seeing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